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期大众缆镜对比上期大众图昂 先看前后悬架 缆镜和图昂都是采用铁制铸造件麦夫逊前悬架 无论结构材质都几乎一模一样 再看后悬架 两款车都是采用铁制多连杆后悬架 无论结构材质同样几乎一模一样 接着看轴距 两款轴距都是2980毫米 一毫米都不差 再看发动机 两款车都是采用2.0T低功率板 2.0T高功率板 2.5T V6大众发动机 发动机型号 调校都一模一样 另外 两款车都是采用完全相同的7速双离合变速箱 接着看欧美强制安全标准 头部气连 车辆配备头部气连后 死亡率可以下降30% 蓝镜和图昂都是全系标配头部气连 再看欧美强制安全标准 车身稳定系统 这个功能能有效防止车辆在紧急情况下发生失控 据统计 汽车配备车身稳定系统后 可减少一半的交通事故和伤亡人数 蓝镜和图昂都是全系标配车身稳定系统 我们接着看前排通风座椅 通风座椅内部安装了风扇 风扇把空调冷气吸入通风座椅的小孔中 使座椅表面快速降温 通风座椅极大的提高了夏天乘车的舒适性 蓝镜和图昂各有两款车型配备前排通风座椅 小孩子不用对比了 两款车就是外观和内饰不一样 其他方面都是一模一样的 等会儿等会儿 我们还有四个项目没有对比 涉及主动安全配置 高端舒适配置等高成本功能 涉及成本差别就出来了 据统计 车辆配备预防碰撞系统 事故率可以下降28% 欧美碰撞试验规定 新车型要获得五星碰撞成绩 必须配备预防碰撞系统 我们发现上期大众图王全系标配预防碰撞系统 而一期大众揽进六款车中只有四款车配备预防碰撞系统 自适应巡航系统作为主动安全的最高表现形式 属于高成本的智能辅助驾驶功能 可以大幅度降低驾驶疲劳 减少事故发生 我们发现上期大众图王全系标配自适应巡航系统 而一期大众揽进六款车中只有四款车配备自适应巡航系统 最后看DCC可变减震系统 车辆通过传感器掌握路面颠簸情况 实时调节悬架减震桶内液压油的压力 从而控制车辆避震的软硬 这项仅次于空气悬架的减震系统 能极大的提高车辆的操控性和舒适性 上期大众图王有两款车配备了DCC可变减震系统 而一期大众揽进只有一款车配备了DCC可变减震系统 一期大众探月对比上期大众图冠L 先看前后悬架 探月和图冠L都是采用铁制单层冲压件麦夫逊前悬架 无论结构材质都几乎一模一样 再看后悬架 两款车都是采用铁制多连杆后悬架 无论结构材质同样几乎一模一样 接着看发动机 两款车都是采用1.4T 2.0T低功率板 2.0T高功率板大众发动机 发动机型号调校都一模一样 另外两款车采用完全相同7速双离合变速箱 我们再看头部气帘 车身稳定系统 预防碰撞系统 自适应巡航系统四个项目 探月和图冠L都是全系标配 在同级别车型中处于领先地位 表现非常不错 小孩子探月和图冠L这么多项目都是全系标配的 我看就不用对比了 两款车除了外观和内饰不一样 其他方面都是一模一样的 还有两个消费者关心的项目没有对比 一个是轴距 涉及车内空间大小 另外一个那就是前排通风座椅 事关夏天乘车舒适性 先看轴距 图冠L轴距2791毫米 探月轴距2731毫米 图冠L轴距长了6厘米 车内空间图冠L领先 再看前排通风座椅 图冠L有两款车型配备前排通风座椅 而探月只有一款车型配备前排通风座椅 夏天舒适性同样是图冠L领先 一期大众探戈对比上期大众图越 先看前后悬架 探戈和图越都是采用铁质单层冲压件 麦夫逊前悬架 无论结构材质都几乎一模一样 不过我们发现 探戈前轮羊角采用低成本的铁质铸造羊角 价格仅为400元左右 而图越前轮羊角采用高成本的铝合金羊角 价格高达800元左右 再看后悬架 两款车都是采用铁质多连杆后悬架 无论结构材质同样几乎一模一样 接着看轴距 两款车轴距都是2680毫米 一毫米都不差 接着看发动机 两款车都是采用1.4T大众发动机 发动机型号调校都一模一样 另外两款车采用完全相同 7速双离合变速箱 我们再看头部气连 车身稳定系统 探戈和图越都是全系标配 我们接着看预防碰撞系统 图越全系标配预防碰撞系统 而探戈最低配没有配备预防碰撞系统 最后看自适应巡航系统 图越7款车中有5款车配备了自适应巡航 而探戈三款车中只有一款车配备了自适应巡航 谁子刚才我们对比了6款SUV 结果发现相同级别南北大众的SUV 基础用料几乎一模一样 是的 南北大众的SUV都是诞生于大众的MQB平台上面 基础用料一致 差别就是在主动安全配置和舒适配置上 上汽大众SUV主动安全配置和舒适配置更高一些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南北大众轿车 到底有没有差别呢 一汽大众麦腾对比上汽大众帕萨特 先看前后悬架 麦腾和帕萨特都是采用铁制单层冲压件麦夫逊前悬架 无论结构材质都几乎一模一样 和其他品牌不同的是 两款车前悬架摆臂下面都有塑料护板 保护下摆臂不受路面砂石磕状 再看后悬架 两款车都是采用铁制多连杆后悬架 无论结构材质同样几乎一模一样 接着看轴距 两款车轴距都是2871毫米 再看发动机 两款车都是采用1.4T 2.0T低功率板 2.0T高功率板大众发动机 发动机型号调校都一模一样 另外两款车采用完全相同 7速双离合变速箱 两款车都是全系标配 头部气帘和车身稳定系统 帕萨特全系标配预防碰撞系统 而麦腾五款车中 只有两款车配备预防碰撞系统 帕萨特11款车中 有10款车配备自适应巡航 而麦腾五款车中 只有两款车配备自适应巡航 帕萨特11款车中有6款车 配备前排通风座椅 而麦腾五款车中 只有两款车配备前排通风座椅 一池大众保来对比上池大众朗逸 宝来和朗逸配备的发动机 变速箱完全一样 两款车轴距都是2688毫米 前悬架后悬架的结构 材质也是几乎一模一样 另外这两款车都是全系标配 车身稳定系统和头部气连 小意思麦腾和帕萨特 在对比之前 结果都猜到了 我觉得宝来和朗逸应该存在 两个配置方面的差别 为什么 我觉得这个级别的合资车 是不可能配备通风座椅的 所以我觉得两款车的差别 会在自适应巡航系统 和预防碰撞系统方面上 马上揭晓答案 先看预防碰撞系统 朗逸全系标配 而宝来八款车中 只有四款车配备了预防碰撞系统 再看自适应巡航系统 朗逸八款车中 有两款车配备 自适应巡航系统 而宝来八款车中 有三款车配备 自适应巡航系统 小意思 经过这次对比 我发现上汽大众 在高成本的主动安全配置 和舒适性配置方面 是高于一汽大众的 主动安全配置高 目的就是为了要 尽量避免发生事故 这个思路是符合 汽车行业的发展方向的 如果两款车绝大多数的配置 都是一模一样的话 如果其中一款车 配备了通风座椅 我肯定选择 配备通风座椅的这款车 毕竟杭州夏天这么热 如果没有通风座椅的话 我感觉没法过夏天了 哎呀大爷子 不是每个人都拥有 像你一样的提醒 当然了 配备通风座椅的话 是好的 我也喜欢 好了 今天我们的节目呢 就先说到这里了 红阳航游正气 披露航游内幕 这里是浙江电视台 小强实验室 欢迎各位可以通过 国内各大主流视频网站 搜索小强实验室浙江教科 或者通过微信小程序 搜索小强热线帮忙团 都可以找到我小叶子和大叶子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